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烟一样刺人 OK 补刀还能炸的一下 注意两极躲到一一就行 再A他一下,他一都没好 我只要不要跟他硬干就没有什么关系 这麽极限炉炸不到 小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敢跟他打 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 他把他打进去 帮他打进去 只要炸到帮他 指甲炸到剩下 车成分开 拿走 还行 没漏 就是回家不是特别好回 我先升到五级先 不是个人 是个人 是个人 有个人 还有个人 那我不能回家呀 你随便找个人打一把呀 我在给人家打包天了大哥 这掉一百分明天也掉不完的 你这个又不是一定要赢 你只要打了一把游戏就可以了 一切 蛤 我不回不行 不准了 打不動 不掉血 都無人 巨大 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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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是杰作的 死亡你把我吐个出来 先搞巴西乱刀吧 我从岩粪和海水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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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 我操 我从岩粪和海水中重生 我从岩粪和海水中重生 我从岩粪和海水下 我从岩粪和海水中的原石 铺的核反倒 你真的打得死我呀,瘋了吧 对于这种 喜欢拱火样别 为了一个东西给他争的话,喜欢拱火的这种宅种 我巴不得他死 谢谢元爷送的冰淇淋和玄元灯 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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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一路看会比尔吉沃特 会变得更 爽到几点 烧吧 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 人们背叛了我 人人就狠 我要把我得不到的力气 同途上衝炸 嘿嘿 老子故意走到他的衣裳面前 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 不知道啊 有一些大幕是这样的,你跟他无言无仇,但他就是大不得你死 然后他还自称观众知道 爽嗨嗨一点 他对你所有的恶意只是因为他看你不爽 要他对你所有的恶意就是因为他看你不爽,他还觉得心安已得 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 从来主意没用 因为主11的额外伤害对冰线没有效果 Q的额外伤害对英雄对小兵都有效果 而且主Q的话你打的钱会更多 清算就要来临了 又一个 感觉还有机会拿MAT MAT又没了